回到台湾来看的是民进党立委提名 预计呢4月15号终止会就是第一波 因为呢去年大选选得漂亮 不少县市的议员也抢着呢想选立委 但是呢也得面对才刚选上这个位置 还没坐稳像是骑驴着马 很难对得起选民托付 九合一成绩亮眼 民进党从南到北处处插旗 不管是立委补选还是2016立委初选 都有市议员身影 现在却遭到质疑 王璐湘明发起拒绝市议员转战立委 执疑才刚当选马上就转换跑道 跟本市骑驴着马 台北市八个选区除了姚文市之外 那其他的都是一些原本好龙斌势力的延伸 那其实坚困选区如果要赢的机会 就是一定要第一个要在地的经营 第二个要有论述的能力 童忠彦表态想选台北市中正望华区立委 但民众大户不满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民进党43个非艰困选区 其中有17个都出现市议员抢登记 占了将近四成 以人数来看74名登记参选人 有23位是现任市议员 占了三分之一 民众更在脸书串联 要求民进党恢复二分之一条款 也就是公职人员任其未满二分之一 除非经过党征召或主动辞职 否则不得参选其他公职 那以我自己在议员跟立委的选区 都是重叠的状况之下 其实也同样在基层为民众来服务 所以其实是没有差别 那既然机制在这里用民调来决定的话 我觉得党中央也应该要说 让人民来做选择 因为如果人民觉得说议员去参选立委不适合 那自然就不会投票给他 在民调方面也不会支持他 这次我想初选 因为民进党的歧视来说 跟集会相对过去级练又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这次人初选的结果 会造成各方面对于说 是不是应该有认识的限制 那我想在新闻的群态会里面 应该会有党代表提出来 党首市长陈局也提出要检讨党内制度 但南北选情大有不同 狭带胜选气势 民进党施议员向余后春笋般 转换跑道代指参选 不过还是要看选民 解不接受 云内TV的家伟刘轩台北报道